2018-2019赛季CBA常规赛上海对阵福建 在距离全场比赛结束还有一分37秒时 孟令元在一次防守时遭到福建外援盲福德肘击 孟令元直接将其推翻在地 那孟令元爬下来之后就不干了 这些队上上来劝架的裁判都不客气的上去推了几把 看来这个火气也是相当的大 这边这个壮的动作看 吹了围体犯规 但是对孟令元报复性的这一撞 是直接驱逐出场 2013-2014赛季CBA常规赛东莞对阵四川 在距离第三节比赛结束还有8分57秒时 四川外援飞巴和东莞队李牧豪抢球时 不满李牧豪动作太大怒推李牧豪 李牧豪也没惯着他 一把肘翻在地 这可能是阿豪职业生涯最硬气的一次 好 球迷朋友一定要过场 四川外加168队请求暂停 我们的球迷朋友宏安静 请我们的球员队员也要宏静下来 我们的球迷朋友宏实宏静 好 费乐 温人出场的 独迷地帮做公司 人名的爱上的人 人名的四川人 大家已经发生了 小礼物也派送到了场上 把孤国的焦点投降 台球网店发礼物 6 國權的隊員需要離開比賽場地 大家保持安靜 不要弄東西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這個是我們四川的主場 請我們球員保持冷靜 尊重財探的判法 四川熱情的球迷 請保持我們的冷靜 四川球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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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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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主教練 我們的主教練 請我們的球迷保持安靜 現在給我們的主隊加加油 2013-2014賽季CBA半決賽 廣東對陣北京 在距離第二節比賽 結束還有10分58秒時 廣東隊董漢林 在和北京隊莫里斯搶位時 暴摔在一起 隨後 雙方球員都衝了上來 場面極為混亂 請千萬不要用這種方法來解決 雙方都要克制 這應該是個雙方體 對 不去的這個 冷靜冷靜 看柴山怎麼控制 今天的比賽 對於這個裁判員的能力 是一個堅決的考驗 沒錯 董漢林也不是個擅長 沒錯 這個董漢林也是東北級的球員 對 性格比起火爆 莫里斯當然也不怕 也不觸 是 董漢林在國內拳中 是魔獸擊月的 我們看這邊 放倒 哎呦 這個球 我覺得莫應該是第一次 哎呦 莫里斯這個球 因為是倒地的情況之下 有一個故意擊打對方的動作吧 是吧 哎呦我覺得這個球 莫里斯太不應該了 然後董漢林在還手 但是還手的這下 顯然沒有莫里斯那下來得很 沒錯 2013至2014賽季 CBA常規賽廣東對陣新疆 在距離第二節比賽 結束還有1分22秒時 周鵬在和新疆隊外援 辛格爾頓搶位時發生衝突 被打倒在地 新疆隊直接是奪權犯規啊 對啊 那你是直接罰下 辛格爾頓之前就一直跟自己隊外的人有糾纏 這次裁判是直接給他罰出場 對啊 這會 看我們看辛格爾頓依然不依不饒認為對方的手機他 對 這這個曾經的隊友 對啊 我們來看裁判會不會改判 應該也一般情況也不會 欸 那看判方方 對啊 裁判這個這個掛度有點大啊 我們看有沒有慢鏡頭 我們看辛格爾頓跟任俊飛這個 不是周鵬 確實周鵬有打的動作 但是 這邊沒了周鵬那邊沒有了辛格爾頓的話 那肯定辛格爾頓這邊會虧大了 對 2014至2015賽季CBA常規賽廣東對陣佛山 在距離第二節比賽結束還有六分零四秒時 阿聯在一次快攻中遭到朱旭航惡議犯規 阿聯罕見暴怒 阿聯罕見暴怒 看看現在是由防守開始的 第一個防守 鎖到失誤 喔這球球是狠了些 但是阿聯要衝上來這樣撐一下 才是 這個時候朱翁航本來就拍一拍小龍菲 自己曾經的隊友拍一拍,拉一下動作是大 又吹了,又吹了,周鵬 吹了周鵬的位體 這球球,你看看,犯規,這個法敵是犯規 沒有吹,變了回頭周鵬就有少少報復 2013-2014賽季CBA常規賽天津對陣東莞 在距離第二節比賽,結束還有5分19秒時 東莞隊張凱在疑似快攻上籃時,遭到天津隊張濟惡意犯規 美股被打開,雙方爆發衝突 在賽場中,對抗程度肯定比常規賽要強得多 雙方都要 實際上呢,天津的兩名本土那些,張濟和徐蕾 確實是一般動作都會比較粗暴一些 聯盟裡很多球員都對他們有點意見 顧全上去,給老大哥出頭了 這就是季后代,雙方哪怕這個系列才只是第一回合碰面 才打到半場未到,就已經開始火星撞地球了 我看得出啊,為什麼要找孫元平這樣的一個裁判啊 也是需要 2016-2017賽季CBA常規賽廣沙對陣北京 在距離全場比賽結束還有51.6秒時 北京隊小川和廣沙隊林智杰在搶位時發生衝突 雙方扭打在一起 我已經說趕緊過來抱著小川 這動作有點大 我沒想到啊,最後五分鐘了 對 你看看那個鏈鏈頭啊 兩個人也在這個 噢,就撅了一段胳膊 確實是這個 林智杰 林智杰 他是家這小川的胳膊給撅了一段 他開始是占便宜的 林智杰 你在這個下邊一個小川搶籃板的 其實我們看剛才這半鏈頭這動作挺危險的 對 你家人對方胳膊你還撅一下 而且就是林智杰他這個上肢力量是非常的好 對 你看 你看這家的胳膊撅一下 對,而且小川準備往上跳 這一下說廢就廢了 對 其實林智杰還有一個 對 也有一個揮動作 誰也別說誰 直接雙方 美人一邊雙方犯規 對 停菜的話就是倆人一塊停了 就完了 我們能說這個 而且我們如果從體能上分解 確實林智杰這個力量更勝一筹 對 如果小川你有力量 直接用左臂你揮一下 可能林智杰以你這個身高 你就把他一個大背快就揮過去了 對 因為左邊力量不夠 只能用右手去揮肘去打開對方 對 但是你這個動作一出來就顯得不太大 對 對 林智杰在甲衣打完了以後 到這個NBL的球隊 到了四川也是又上升到了一個高度 這個林智杰右手 對 有點太急的意思 一邊閃一邊也 我也跟著來一下 這個裁判確實是 非常及時 把兩個人分開 我太希望 其實我覺得打籃球 就是我們講 籃球界的一個老前輩講 打籃球就是這個對抗程度 就是打架的邊緣 就是